關於排列和概率的題目 以我的風格,我只會說NCR,我不會說NBR 但怎樣也好,第一題是很常識 總共有10個人要隨機排成一隊 我要選擇次序的話,如果我選擇第一個先,我總共有10個選擇 每一個選擇裡面,我第二個人都可以有另外有9個選擇 因為已經選了一個,所以只剩下9個選擇 再下一個就是8個選擇如此類推 所以可以排列的次序就是10個選擇 然後每個選擇成9,再每個選擇成8 當然,數學上有一個很方便的寫法就是10V 所以答案就是用計算機 總共有三百幾十萬個選擇 然後B部分就叫你找回概率 如果我們計算的方式 有多少個排列方式符合我們要求 除了沒有任何限制排列方式的數目 如果我要考慮沒有學生在隊裡雙排 我可以安排了7個教師 先排好了 7個老師這樣排,總共有7V 有8個選擇的方式 就是10V 還有10V 然後我們下一階段就安排位置給學生 去確保他們不會排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選擇在老師上 所以我們就會安排學生在這些空間 要麼是最邊,要麼是2位老師之間 我們總共有8個位置 但不是8個位置都放學生,我們只會選擇3個 8選3就是8c3 到最後一個階段,我們有3個學生 我們怎樣排他的次序呢? 又是用同一個邏輯 我們總共有3victorial 這麼多方式排列學生的次序 所以放回題目,我們是7victorial 然後乘回8c3 再乘回每一個組合,我們有3個victorial 接著就按計算機 答案是7victorial 你看到概率也不小,因為學生的數目量相對比較少 所以他們是不容易排在一起的